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194年五神坛小赌赛第四轮的比赛 第四轮了 关键方是珍宝格 对象方是生日快乐 今天做了一天了 发现没做珍宝格的 好吧 刚好在第四轮的时候 宝格这边遇上了生日快乐 也是遇上平阵对决 关键方这边上的是一个盘斯武装的双风 配合着射光领加魔王 开了一把风阵 那对象方上的是一个四宝一 女儿武装的双风体系 配合着化身四家地府的两大辅助 保持一个花火山 四宝一现在 见的少了呀 现在玩四宝一确实不多了 确实不多了 前一段时间 好多的嘞 前一段时间好多 这一段时间不多了 那风阵对风阵 关键方武装 竟然是全场的一速 比对面女儿村的速度还要快 赶紧补一手流云 先把女儿村的一速抢回来 哪怕是后边 再出现什么情况的话 对面毕竟有一个风都大地 有一个风都大地 黄泉之蝎可以抓一抓 抓一抓 让自己女儿村有一个稳定的一速 那打起来就方便很多了 好久没见到生日快乐了 最近也不怎么打将会了 好像是团队不太稳定 以前的将会 劳模 现在不怎么打将会了 所以素材也比较的少 好容易 也是在武神坛见一见 对面现在玩一手花火山 那就这一连的情况而言的话 豪门里边带花果的 应该只有生日和歇诈了 别的夫妻没有了 光辉补一补 刘云爵 有很多小伙伴说 现在生日还能算豪门吧 算 也不算 你说人家不算吧 毕竟两个月之前 刚拿过一个武神坛的冠决 决赛赢的还是真宝格 你说他算吧 他现在的实力真的是大不如前 所以不太好界定 最终还是看成绩吧 就今年打完看看成绩怎么样吧 日月乾坤再套一套 对面女儿现在还是一个二宿女儿 还是一个二宿女儿 黄泉之西该抓一抓 该抓一抓 那国家风这边 也是一直盯着对面花果山去压 你不是四宝一吧 你宝谁我压谁 就盯着这么一个花果山 往死里去 没有电魂闪的宝宝 把观战风魔王的牛禁 给驱散掉了 其实现在打宝格也好 打普多山这一类喜欢 这一类喜欢带魔王的福气 真的可以佩戴几个电魂闪的宝宝 不为别的 就是去针对他的这个魔王牛禁 感觉还是蛮好用的 就法防宝宝带着就行 法防有这个 恨诺镜是最好 这个什么电魂闪 电魂闪是最好的 就就取你的牛禁 感觉很香 破甲树再丢 那观战风这边 面霜要慢慢开启了 还是来一手破血 继续压花果山 再这么压下去 花果山又包紧了呀 花果山又 清不动呀 有点 壁磊现在是真没威力呀 壁磊自打 女拔木不行了以后 是一点威力都没有 宝宝宝宝亲不了 人物人物压不住 就一个好处耐扛 就剩下一个好处就耐扛了 石头一手疯狂音机 还是打面伤 对面这个女儿没拿到一束好难受呀 你地府不会留着手抓 等着地厅的吧 现在可没那个时间 稳稳的抓一手 先把速度抢回来再说 后边关键锋出了地厅 那就再想别的办法 而且还要看对面 有没有点那个手抓的经脉 有没有点那个手抓的经脉 继续守住花果山的尸体 壁垒清不掉善恶 花果山又平凡的倒地 没有清宝宝的能力 那关键锋这善恶 要逆天呀 我佛慈悲 用人去拉起花果山 黄泉之息开始抓速度 对面也没点手抓嘛 这是第一次抓速度吧 因为我这个人 大家也都知道 眼睛不太好 眼睛不太好 第一次 那他就没点手抓经脉 没点手抓经脉 赶紧把这个移速 给他抓下去 对面 变魂闪的宝宝 继续去观念房 魔王的扭尽就行了 这壁垒敲不动 敲一千把 恶爆再压死花果 这花果这状态 怎么忘记家呀 笑点藏道 再给女儿蹿 女儿起这儿了 武装怪水风了 静聊在乎女儿 观念房下一个目标 又来了 又来了 针对女儿蹿 环游术 用环游去拉起花果 石头有速度 能不能劈到 这个花果山呀 劈到花果山 花果山又没了 队友现在的血量 没法去贴保护的 队友现在血量 没法贴保护 一刀直接劈死 全惨了 后边还有一个魔王战 这么一手面伤送给对面 飞杀走石 五千五 对面地府直接撕血 女儿蹿倒地 疯了 武装也没了 这 这怎么打呀 咱感觉现在生日 这不对呀 这才第八回合 怎么感觉生日现在 不是以前那个味道 虽然以前生日也老是被这些豪门欺负 在豪门里边 算不上顶尖 这实话实说 我也不是黑这个生日快乐 也不至于被打成这个样子 就四宝一八回合 被打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崩盘了 这已经是崩盘了 这就看宝哥想啥时候收场 女儿没移速也没法去磁行 善恶 还一只守时铁 偷九 日月乾坤 先反套 女儿迎来了一波 守时的机会 但是观众朋友这边 直接换须迷 七百五十八 出法莲 吸收 漂亮 磁航出来 还有的打 还能继续往后扛一扛 幸亏对面武装怪 也成尸体单位了 不然都没法来套 观众朋友这个145装 第一次感觉倒地了 还是 一个优选项目 当头 赶紧亲亲宝宝 磁航完了 那观众朋友就是一顿胖揍啊 对面又是双锋全部倒地 其他三个人 现在也残血了 现在一半血就叫残血了 现在尸佛魔王这一套阵容 你一半血 你只有一半血 就已经很危险了 随时都有可能倒地的 华克山再清掉一个宝宝 观众朋友稍后再补一个就行 再秒 七千九 五千一 你说这一半血 那根本就扛不住啊 这一半血哪够啊 那观众朋友换地厅 再笑了一下对面女儿窜 没益素 罗汉看一看 这个地厅亲亲宝宝就行 亲亲宝宝 战力加上 战力加上 这四宝一你都扛不住 别的阵容 那就更不能玩了 那没有比四宝一 更肉的阵容了 都豪门他们就三套阵容嘛 212国标四宝一 四宝一应该是最能扛 最肉的一套阵容 你这你都扛不住 你这你都扛不住别的阵容就更别玩了 哎呦 化身四宝也没了 全员倒地 对面可以再来一个钢材那个操作 女儿村偷酒 武装官套观察房五兆 再来一手 磁号 只能这么玩 有兄弟说 五辅助 他们不玩这阵容 这属于抬杠了 他们不玩五辅助 没有那阵容 再拉起女儿 虞亦乾坤 没风中 可以 死出来了 哎 水疯了 官家红没愤怒哎 啊 官家红这边不承担伤害 啊 所以官家红没愤怒 笑礼 他只能日月乾坤去套 啊 只能日月乾坤去套 官家红这边 善恶都没揽了 嘿嘿 善恶没揽了 这拉起来 拉起来不就还是 挨一顿揍吗 没什么用啊 这双方现在 嗯 就有一种感觉 就双方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上 好 就在两个月之前 对面还能 拿到五神坛冠军 呃 侥幸也好 实力也好啊 最终人家是拿到冠军了 啊 但现在 是完全不一样 对面肯定是截不出罗汉的呀 啊 倒地的都是尸体单位啊 没愤怒的 蛮不奖励啊 这秒过去都是五千多啊 啊 打五招也是五千多啊 打地府也是五千多啊 十多 十多先变身 魔王接着秒就行啊 如果乾坤再把化身寺 套进去 嗯 无魂扔给魔王 那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 谁给他们加战笠啊 啊 这一波尸头飞出去 对面女儿和武装不又死了吗 啊 对面是鬼祖拉出来的啊 因为拉起尸体单位 他会变成鬼祖啊 那这样女儿可以加上一手战笠 关战笠也是稳稳的扔了一个尺子 再来一把尺子 很稳健 不给对面任何一个翻盘点 啊 一点翻盘点也不给 那这个地体也没用了 啊 没有任何的作用 牵制了一下 关战笠嘴边的操作吧 啊 两万二 也还行啊 毕竟武装罐本身也啥也干不了嘛 被日夜乾坤套中了啊 武装罐本身也什么也干不了 这个尺子 理所应当 再把武装敲死 再把女儿敲死 九转都吃不起 那九转太废了 哪这么能吃啊 十七回合 十七回合吃多少九转 磁行过 还省过一点点 观战坊现在是一点愤怒来源也没有 啊 一点愤怒来源也没有 下回合武装 再补个虚迷吧 啊 直接补须迷就行了 感觉地厅都没必要 来对面换地厅啊 那关战坊这边还是补出了一个宝贝 应该是杀那批或者是善恶 啊 不会有别的 关战坊再扔一手尺子 好稳呀 啊 他们打到这个武神坛的时候 这稳得一批啊 啊 太稳了 化身一手皮 直接带走 先例加上 呃 对战坊再持好吗 呃 持不持也没什么意义啊 就能持也 别持 能持也别持 封不住 小脸藏刀 再给地府扔上 关战坊 这块速度太快了 嗯 对战坊有意义素 这比赛耗得下去 啊 能一定耗得下去 咱不敢说啊 对面有意义素肯定能赢下这场比赛啊 真 这 那谁也不敢说 但是 一定不至于这么快就输掉 对面相当于是第八回合 就已经崩盘了 啊 后边只是在用磁行给自己续命 去了这么长时间 自打第八回合以后 其实对面 就给关战坊造不成任何的伤害 啊 关战坊五个单位 基本是 一直都满血的 啊 一直都没有掉过血量 那剩下最后一个宝宝 比赛结束啊 感谢大家收看 记得帮我产点赞 来一个超级推荐 让更多的小伙伴能看到我的视频 啊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个关注啊 谢谢大家了 尺子一人 你听一话 请三点 比赛 结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